我是一个原创动画爱好者 曾踏上过无数的战场 意图轻微的一飞冲天 平稳着陆 少女歌剧的命运舞台 梦幻演出 其他舞伪的怒不可遏 中道崩祖 Odd Taxi的草蛇灰线 完美谢幕 而最近在一部叫 Bandreams Michael的星座中 我似乎又多了一次 无可替代的 奇迹之旅途 哈喽大家好 这是范氏 今天的视频会比较特殊 这不是一期动画吐槽 不是一期动画平息 甚至都不是一期动画推荐 因为我没法保证 现在推荐你去看这个番 能否获得一样的乐趣 这更像是一次追番纪录片 我想把自己这三个月 看Michael的经历 如实记录下来 希望能和你分享这份热情 以及让将来 终于有一日会老去的我 还能看到 原来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激情 那本期我按照集数 分出了不同的阶段 你可以自行决定 从哪里退出 去亲自看原片 甚至我还在视频简介里 准备了一份 无剧透版的文字补饭建议 那当然离开之前 希望你提前能给我一个三连 毕竟这期做的真的很长啊 那我们正式开始 开播前的Benjamin's Michael 堪称真正意义上的 差无此番 标题一对莫名其妙的英文 还是邦邦式解冠 再加上3D制作 乐队题材 和没有任何亮点的TV 真的是太像那种 美技刷新的杂鱼偶像番了 而第一话的表现还算有趣 一上来就是 劲爆的前任分手炸团 结尾还有超重力台词 但整体依旧是debuff居多 人物登场太多 名字很难记 隔壁神又有些傍毒 隔壁角色还有些夹子 看他俩做一块中门对夹 简直在嗡嗡我的脑瓜 不过有意思的是 当你真的看完这部片后 会发现上面说的这些缺点 3D 人多 磅毒 夹子 竟然都以巧妙的形式 转化成了优点 但总之 在那个时间点上 debuff拉满的Maggot 理应会成为一部 无人问津的超冷作品 然而官方走了最正确的一部棋 三级联播 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前三话 而这第三话 正是第一个让我发觉 这篇好像没这么简单的神回 本集充分发挥了 3D动画的运镜优势 全集都以主角高松灯的 第一人称视角 让你亲身经历了 这支前任乐队Classic 是如何建立和毁灭的 在新的演出下 你仿佛化作了那个敏感 电波 带电自闭的灯本人 亲身经历不善交流的灰色童年 再一同遇见那一生的白月光 蓝发魅魔 风穿巷子 你们一同成立乐队 一同欢闹 一同排练 一同互相理解 一同写出属于你们的歌曲 春日影 曾经说话都很困难的 你第一次张开了嘴 第一次大声地唱歌 第一次完成灯台演出 第一次世界变得多彩 然后 一切都分崩离析 当时看完这集 我第一反应 就是把前两话又重看了一遍 这才发现 很多原本戏微长的镜头 都暗藏着前后呼应的玄机 只不过当时的我 还肤浅地将其定义为 前任文学 代理参文学 殊不知 这已经无意中触碰到了后来 对Meggo场外讨论 影响深远的 回旋标文化 而这一话 翔子从绝美白月光 到拆团暴君的巨大变化 也带来了赋予本片 悬疑属性的最大命题 那一天 翔子到底在手机上看到了什么 他为什么要离开乐队 随后的四到六话主要讲述 支离破碎的C团旧部 逐渐在粉毛转校生 千早爱音的引导下 组成一支全新的乐队 当然是一支一盘散沙 各怀鬼胎的乐队 这一阶段也基本奠定了 本片剧情的最大特色 低气压美少女片 像本那些传统的快乐 积极追逐梦想的 阳间偶像凡 本片却花费大量笔墨 去描写角色的负面缺点 和消极情感 灯的不善言辞 内向悲观 爱音的爱慕虚荣 想出风头 乐耐的我行我素 漫无纪律 力气的素质红温 疯狂给队友上压力 连乍一看是温柔好妈妈的 长期素饰 也能从诸多细节 看出她的腹黑心机 对新人假意逢迎 对前人开河违行 满脑子腹壁大清 而伴随第一次live的临近 乐队的隐患越埋越多 这次出现了 明天就要开live 今晚吉他手和主唱 还要去学校赌门 把鼓手捞回来的混乱局面 那诗们 如果你是一个追翻的观众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会如何看待这部作品呢 那当然是看乐子啦 于是 在风雨飘扰的背景下 那一集 到来了 在已经完结的当下 如果做一个小调查 问追完Michael的观众 你是从什么时候 知道这部作品的 那恐怕第七话 就是很多人最初的起点 它也无疑是很多粉丝 开始将星期四看Michael 落进心底的战略转折点 这当然是因为第七话 创作了诸多名场面 重力系MC 为什么要演奏春日影 拜托了 让我忘记一切 但同时也不能忽视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名场面 恰恰是因为这话本身 就无比精彩 新生乐队初上舞台 经验不足翻车失误 依靠某个契机转为为安 顺利完成演出 是乐队题材并不罕见的桥段 经典案例 就是去年孤独摇滚的第八话 而邦邦不愧是乐队企划出身 即使有孤独摇滚这么近的注意在前 它依然给了我完全崭新的体验 休息室里的空气凝结 上台时的紧张窒息 开场三次失败的脚趾抠地 前人激励终于出身的畅快凌厉 中场MC的不明觉历 春日影响起的醍醐灌顶 和嘉宾离席的震撼人心 短短20分钟就给了我过山车一样的高潮迭起 这种体验的工程当然不只是画面和声音 还有着基本层面非常精妙的群像剧塑造 前期花大量笔墨 以至于看的都有点费劲的角色铺垫 在这一画终于开花结果 每个人都坐着在各自视角里 符合其动机的行为 却最终交织出一张扭曲的大网 为什么前日会来现场 为什么灯会突然呐喊 为什么由猫猫起头春日影 为什么翔子会哭着离场 为什么速逝会最终破防 这一切的一切看似暴走的展开 其实都在前六画标好的答案 当时的直播中 我这样形容看完这集的感受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细细想来 又非它不可 那这里我非常庆幸的一件事 就是这一画播出时 我的7月中期吐槽还没有投稿 于是我紧急化了一天时间 重写了整个mygo部分的文案 还做了四分之一个卖的 不然真的要爆汗终身 而行动起来的当然不只是我 以春日影为契机 B站的mygo二创 在此时迎来了第一波紧喷 当时主要以翔子的前任文学卖的 和春日影破坏速逝为主流 是何人 弹奏我的长河银 如怎会弹奏我的长河银 总之 如此富有节目效果的 美少女落泪 美少女破防 美少女要忘记一切 都让当时的我们觉得 mygo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你已经很棒了 已经很夹角 很有意思了 但毕竟是美少女企划 接下来终归是要解决问题包饺子了 再见 mygo和你第一期爱的日子很快乐 然后 我不知道怎么向你形容看到这一幕的感受 在一部美少女动画中 一个美少女对着另一个美少女下跪 说求求你回来吧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看了十几年动画 我没见过这样的 第八画素质的金氏衣柜 可以说彻底把本片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 一个我们这些原创有趣外已经想象不到接下来她要怎么拍的领域 但担忧至于我的心底又确实深腾起一次异样的快感 一种危险的狂喜 在一个卖美少女的偶像企划里 编剧却不惜伤害美少女形象和她在观众心中好感度的方式都要推动剧情 这是怎样的隐形 不管最终是翻车还是落地 但我知道此时此刻等待我的一定是一辆我不能错过的命运列车 而且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新企划才能走出的险棋 不然你想象一下隔壁已经有粉丝基础的Love Live 突然整个续集让男小鸟跪在地上求海味 Umi讲求求你了回来重组Muse吧 我什么都愿意做 然后海味回他你这是满脑子只想着你自己呢 这场外得吵成什么样啊 但不管怎么说 MIGO团的矛盾已经彻底引爆 终于到了该解决的时刻了 且看我粉猫天使大战身 啊对 这就是我们那几周的感受 从第六话到第九话 每一集都觉得事态已经最糟了 下集该解决问题了 然后永远还能更糟 爱因 爆 乐奈 爆 利希 爆 宿世 爆 如果这是小源世界观 他们已经能组成魔女乐队了 再看OP里大家满怀笑容欢乐开团的样子 现在是幻想时间 而最具节目效果的 还是考古官方早前发的一些成团后的小短片里 爱因和素氏那如胶似漆的关系与现状的巨大反差 当时我们讨论的结论是 大概的确是启动了催眠APP吧 然而接下来的展开似乎比催眠APP还要更刺激一些 2023年8月17日 MIGO第十话播出 正当我们还在讨论怎么包饺子 包几个饺子 这集先包谁的饺子时 灯神站在台上高呼 包个屁的饺子 我直接外卖买了一堆饺子 快上来给我吃 动画以一种近乎暴走的方式 在一集时间完成了 灯的成长 灯的solo 乐奈的归来 依稀的归来 爱音的归来 苏氏可能还想拙劣的模仿一下翔子 赋于顽抗 但等待他的 只会是一阵强劲的音乐 和四个手拿乐器的大只佬啊 听我这么说 你可能会觉得这剧情也太快了吧 那事实上它就是很快 而且我认为 对于这一话的接受度 基本决定了你对MIGO整部动画的评价 所以这里我不强求别人 我只说我自己的喜好 我很喜欢这一集 其于抱走边缘喷涌而出 还不断加速的直球情感 真的很对我的胃口 而比起传统沟通系的 轮流嘴炮轮流化疗 这种先集体开趴 再慢慢和好的另类沟通 也更让我惊喜 就像少女歌剧 用Lavio来交流情感 战斗漫画用拳头来互相理解 乐队少女的话语 自然就靠音乐来互相传达 既然我们都迷了路 那就让我们一同迷失 属于MIGO的牵绊 在这首诗超伴中正式启航 Zither Harp 歌 你嘟无目 nu 歌 歌 歌 口出离开 舍息哦 随后的11、12话就明显扬间了许多 主要讲述mygo乐队的正式落地 和赛后分光环节 但与此同时 场外观众关于mygo动画的讨论 推理 二创在其受众群体内达到了空前的巅峰 继红校学员孤独摇滚之后 我们又迎来了一波华语卖的热潮 啊 这一整个下片我跟着迈够素材 简直听了不知道多少华语苦情歌 而且因为剧本信息量大 CP一周一个版本 每周都有新卖的看 比如台词都没几句 愣是靠小鸭子找妈妈的卑微 杀出重围的宿木 我一直在等着 恋爱轰轰烈烈的发生 我只是这样说服我自己 比爱情陪伴更长的是友情 羡慕与你同行的每个身影 我和你始终隔着安全距离 又比如和好了 但没完全和好 互相吃根治底又阴阳怪气 几句损友感的爱術 要我每一带走 因怕结束大家再来分过 而迈够这种靠人际关系谜题 来推动的故事线 也给很多早期视频 带来了极具节目效果的 多周目体验 比如宛如科幻短片的 爱舵小剧场 和常看常新的剪切线 切C团 切迈够 切爱因 切衣服 切黄瓜 每周都有新东西切 而伴随着第七到第十话的 疯狂四星期 大家也逐渐发现了迈够剧本的一大特色 那就是台词惊炼 无用镜头少 几乎每个展开都会在前期 留好伏笔和呼应 就像《七合不知枪》理论所说 如果场景里出现了一把枪 那它随后就一定要开出来 这种在剧本层面的自律 也给原创观众们的 抠细节 猜剧情 带来了极强的正反馈 贴吧 论坛 QQ群 越来越多的网友 加入到这场 针对美少女偶像喜欢的 侦探游戏里 彼此 迈够乐队已经平稳落地 那笼罩在购学大厦上的乌云 只剩最后一朵了 翔子为什么要退团 家道中落说 父母事故说 政治婚姻说 目爹施压说 翔子是魔法少女说 翔子是假面骑士说 翔子怀了灯的孩子说 各式各样的学说 开始百花齐放 当然大部分都是闹着玩的假药 但是看原创番聊假药 那就跟看热血番聊战利一样 不可不品尝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翔木姐妹说 最早由贴吧的一名网友提出 并在各路观众的接力拼图下 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完成度 不仅能对上绝大多数伏笔 还能精准解释翔子的行为 其论证之完备 洗白之彻底 爆点之精妙 还能无缝和任意学说自由组合 当时我都感觉 卧槽 我看看假药 不会把自己给剧透了吧 而最终话播出后 好吧冷静啊冷静 这只是他们舞台剧上的台词 并不一定是真的 别入脑啊别入脑 让我们重新进一下 第五阶段的暴墓 对于迈克的最终话 我其实反而没有太多想说的 因为它压根就不是一个最终话 更像是一部26集动画的 中间过渡回 讲了迈克乐队的一点点收尾 讲了阿贝姆吉卡的银河舰队 讲了姐妹说的似是而非 讲了破产说的基本实锤 但具体细节都得等到第二季 才能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而第二季 额 锐意制作中 我靠这个段章 真是堪比闪鬼3的那一声 咚 那仅考虑前十三话的表现 大翔老师的形象挽回了吗 如挽 挽回了吗 如挽 很多人开始理解它 也有很多人依然不理解它 但不可否认的是 依靠初次赖舞的魅魔身姿 和克服小翔的极致反差 翔子的人气 确实开始迅速飙升 当前版本的Michael Ertron 也开始由他领衔主演 只不过这风格嘛 都有些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 每天快快乐乐 吃吃喝喝聊聊天 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或离别 那如果你问我 范氏你是怎么看待翔子呢 我会说 Michael这部片里面 论性格 我最喜欢爱音 论颜值 我最喜欢木 论重力 我最看好初华 论买周边 我会选择素饰 但如果要做卖的 我会选择翔子 但是就因为有很多注意在前 我就是随便做做 你们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那么以上就是我这三个月 对于Michael的真实追翻经历了 本期视频真的很长 但你既然都看到这儿了 不如再听我聊几句完结总评吧 评价Michael是一件 既简单又复杂的事 简单是因为它的定位就很明确 一部剧本优秀 制作优良 瘦重面很窄 但如果你是瘦重 就会看得很爽的小众动画 而评价的复杂在于 它的实际追翻乐趣中有太多的偶然 如果这是有原作的漫感翻 没有无可预测的反转 我不会有这样的体验 如果这是一口气播出的网飞翻 没有每周讨论的发酵 我不会有这样的体验 如果它太冷门 没人看 我不会有这样的体验 如果它太热门 全在看 我也不会有这样的体验 这是在极为独特的 场内外环境下 偶然降临的一次 由你我这样的观看者 讨论者 创作者 发颠者 所共同缔结的 追翻奇迹 随问我如果看待migo 我会说 我喜欢他不是因为他分高 不是因为他厉害 不是因为他牛逼 也不是因为看他 好像会显得我牛逼 仅仅是因为每周四 当我点开migo 每周六当我聊起migo时 他都能唤起我过去看动画的那种 将一切评价置之度外的 单纯的 兴奋 没错 这就是我对bandjrmxmigo的最终评价 一部让我兴奋的动画 一段让我兴奋三个月的旅程 也许有一天migo的口碑会逆转 也许有一天讨论环境会恶化 甚至也许第二季播出时 剧情可能不尽如意 但不论如何 我都会永远记得2023年的这个夏天 和无数屏幕前的你 一同经历了这令人难忘的 疯狂三个月 就像素氏的那一句 我大概也一辈子不会忘记migo了 直到木鸡卡播出之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